拍卖收藏有诀窍 这下请您看拍宝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咱们中华老字号 冒龙独家冠名播出的拍宝节目 那么今天的拍宝节目 有什么好的宝物出现 又有什么精彩的知识与您分享 我们希望今天都能够满足您的需要 那么介绍道场的鉴赏专家 那是非常著名的 大家熟悉而且喜爱的 古器物鉴赏家张竹岚老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拍宝节目 并且加入我们的拍宝小程序 你不但能够了解拍宝知识 你还能够了解目前的市场行情 好 那么感谢张老师 咱们又了解历史又了解知识 还能在收藏中修习养性 好 那么看到外头那位呢 您就越来越高兴啊 这心情特别好 身体就特别棒的 李然 李范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 又和您见面了 咱们是闲篇少叙鉴定当先 这位大叔 您好啊 您好您好您好 您这什么带着执法记录仪呢 不是 手机 手机那个 手机那个挂 挂坠 您带来的呀 这个是什么呀 您给介绍介绍 家里头的 我呀 还真不好意思说 您猜猜猜这是什么 我猜猜这是什么呀 我乍一看呀 以为是个围棄罐呢 可是我打个这么一瞧 这么一上手啊 我觉得这还不是为奇怪 这可能是过去呀 家里面食用器 哦 您比如说网里头 搁点什么调料啊 反正就是搁点杂物也行 啊 嗯 这应该是个刮冷小罐 啊 您看这不是 这不是刮冷状的吗 是吧 对啊 那这您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家里面搁点杂物 一刮冷小罐 您厨房里的吗 是厨房 我就看我摸上面还有油呢 割盐子 盐罐 盐罐吧 哎 盐罐 你看 这个 嗯 还有啊 厨房留下那个痕迹呢 油烟呢 是吧 有时候咱家里的油烟机 你老炒菜 上面也是这个呀 这个当年就是割厨房里头 一炒菜 它有时候烙上这些的油烟子 啊 这个呢 是一个拌用 啊 底下这是露着胎呢 呃 这也是个陶罐 不是死的 是陶的啊 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一点是什么呀 像这样的小罐 好多时候呢 都没有这个盖了 因为尤其是在厨房 有时候呢 您炒菜啊什么的 手啊 施 嗯 拿这手啊 去打这盖 一不小心划呀 就给刺了 嗯 就没有盖了 但是您这个呢 很完整 还带着盖 所以这还挺难得的 哎 我看呀 这清代的吧 是叫黑词吗 乌金友 哎 我听说 乌 乌金友 您看 您怎么没听说乌金友 我这不刚说的吗 乌金友 对 以前没听说 刚听说的 刚听说的 这个就是刮冷小盐罐 老的 没有问题 老的 没有问题 解决解决 哎 这个肯定错不了 啊 嗯 给您来支红包 您请我们里面那个 张若南 张老师 那可是我们瓷器方面的 鉴定大家 太陡啊 啊 那个 叫泰山北斗啊 啊 您请张老师再给您看看 好吧 那么还是那句话啊 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关注 拍宝的公众号 关注拍宝的小程序 我们会在线上 提供更多的服务 开始鉴赏 有请第一位 池宝人 您好 您快请坐 嗯 我这是个 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说不定围棋罐吧 高吗 加个盐罐子 哎 是 以前还真是有这种罐子 装个糖装个盐什么的 这是一件刮廊罐啊 这个造型确实是这样 那么我们说这种黑幼罐子呢 大家看到的 我们颂金 圆比较多件啊 明代也有 但明代的就跟这种造型 有明显的区别 但是颂元金 但是我们今天流传下来的 我们见到的大部分是金代 而且大家看这个title 那么这都是北方窑 我们叫北方瓷 那么北方瓷 我们说瓷热窑系啊 什么都有生产的这 这种黑幼瓷 而且这种黑幼瓷呢 过去一直是这种 我们说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 因为它不具备给官窑生产的 这个特点 那么我们说金代的时候 也有些我们说线罐啊 对 那做的是比较好的 那么实际上它也是都是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那么这件东西 一直到民国 民国 还在做这种黑幼的 那现在我们也有黑幼 也有 也有黑幼 但是就说不同的时期 这个黑幼颜色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现在的黑幼罐 比这还要黑 为什么呢 因为使得材料不一样了 它还要比这黑 那么我们要把这件黑幼罐 搁在一个什么时代里 你应该恰如其分的才可以 那么我们看它这个胎子和这个底足的一个做法 那就晚了 它不够宋 也不够金 不够 那么它这个也不够明 它胎土比较 我们看疏松 不符合这个三个时代的这个胎土的要求 另外一点 底足的做法 就是它这个底足不符合这个三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大家看它里头这种做法 尤其这个盖 那么我们说不同时期 这个盖的造型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盖是个实用器 它在这个实用过程当中 一定有很大的这个磨痕 那么这件器我们看 它也有使用的痕器 但是我们说 它这种盖的做法 就不够我们说 这个时代这个特点了 因为大家看 这种盖是这么捏出来的 就这种做法 你看这个做法 和我们说过去 就这种轮质的 不同的时期 这个轮质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特别我觉得大家看到 所谓的这个刮龙 它中间捏了一道 起了一道我们叫做玄纹 它这也是一件手做的 而不是说机器做的 你看它有这个手工捏的这种痕迹 但是我们看 它在灯光下看 它这个黑油当中反一种 就跟那白色的那种 雾的那种 不是拿盐烧的 不是那个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痕迹 那么这种 我们只能从这个右色上 和这个造型上 断定它是个什么年代呢 那么我们说一百年 清代就是清代晚期 末年 清代末年 其实大家看到 我们说这个盖的这个做法 那么不同时期 这个钮 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 它这个钮没有 就是拿手摁了一下 大家看 手摁了一下 它没有一个时代标准的 这就是一个我们说 一百年 老百姓使的 对 清代晚期到民国吧 民国 有这个时间 它是老的 但是它不像大家 好多参考说 这东西够不够元代够金代 到不了一百年 那么市场价值呢 这个老百姓生活用品 没有什么 就是留个念想 真的到一市场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价 我跟你说 我还真了解过 这种藏品的市场价格 说这带盖真不容易 说得值个几千块 没有 在河北山西市场 大量有销售的 三五百元也就这样 就是这么一价格 但是老的没关系 我得给您双份的 宝物奖的基金 因为够一百年 这件 留着念想 北方啊 这种粗胎的黑幼瓷器啊 在这个传世挺多的 大家可以在市场能看得到 第一个不要认为 所有的都是金元时期的 晚清 清代中晚清代 到民国时候都大量在生产制作 那么市场的价格 真的就千万百元 甚至一二百元 您好啊 你好 嘿 怎么穿得这么漂亮啊 漂亮啊 真好看啊 您就特别像歌唱演员一样 我还以为您是 什么东方歌舞团呀 什么的歌唱艺术家呢 平时您唱歌吗 谢谢 不唱 不唱歌啊 那一定是舞蹈跳得很好啊 那也不会跳舞 也不会跳舞啊 不唱歌不跳舞 您还这么漂亮呢 咱看看 这是您带来的 哦 家传的 自己的 这是您自己的 这不是瓷器啊 这是紫砂的 是吧 这是一只紫砂壶 准确的说 这是一只没有盖的紫砂壶 盖呢 没带来还是就找不着了 没了 就没了是吧 挺可惜的啊 看看啊 这小紫砂壶真好 年头其实对紫砂壶并不是很重要 紫砂壶最重要的就是 看它的材质 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紫砂 二一个呢 就是说 看看它是不是名家 您比如说 明代的石大斌啊 现代的顾景周啊 这都是智湖的名家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看它造型啊 漂亮不漂亮 美不美啊 您这个呢 就是因为它没盖的嘛 所以它这个就没法再说它美不美了啊 它因为它不完整了 盖其实对它来讲很重要 但是呢 咱看了一下啊 就这个紫砂呀 就这个感觉啊 就这包浆啊 皮壳啊 造型啊 这是老的 这是没问题 而且呢 这不是喝茶用的 这是文房里的东西 啊 您比如说过去 盐墨 这个墨 盐墨 您得有水 才能盐这个墨呀 哎 这个呢 就是浇水的啊 嗯 过去您看 有那小水云 拿小勺捆 这个呢 是搁在小湖里头 往上浇 这是文房里面的东西 很好啊 这件东西 回忆您再找找盖 如果要能把盖给配齐了呢 就完美了 现在没有盖反正差点事 但是呢 也行啊 因为这整体来讲呢 这还可以 保存的别的地方 没磕没碰的 又是个文房系嘛 市场价格多少钱呢 您可以请里面 我们张老师 回去再给您说说啊 这样东西不错 给您来个红帽 好的 您好 来得简单 嘿 这这盖呢 盖没了 人家那盖那罐 一百多年了 人家盖还在呢 这盖菜了 嗯 这有块吗 梦醇 梦醇 会梦醇 其实我觉得 这个这种壶 你无论写什么款 对 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 一定看到过这种壶 这种壶 我还是说 首先紫砂泥还是不错 不是现在的配方泥 第二它做的 还是比较规整 比较规整 这是这个壶是什么呢 紫砂一厂 紫砂二厂 方古壶 紫砂一厂二厂 我跟你说 现在紫砂一厂二厂都没了 因为都成了个体了 那么现在都在 都成大师了 大师了 都自己收了一个小窑小窑 是吧 那么这个呢 还是过去紫砂厂的 我们这种壶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都做出口了 大家如果在外贸 或是我们的工艺品 那么我们过去 像我们过去对外的商店当中 这个是大多数的 都下都出口 那边都出口 那么这种器物呢 我们说是七十年代的产品 但我说这个你也不错 你也不错 你也不错 样子那个是 那个时候的标准一样是 而且你看他那孟陈画 他这个惠孟陈 是清代的知乎名家 人家都是刻画 他这是拿一戳 戳出了这个孟陈俩字 就是一个仿古壶 离现在有五十年 但不是老的 不是老的 是个旧的 咱这样宝物奖的一斤两清了 两清吧 这是正经的 当年创会的 紫砂厂的仿古壶 好吗 说起紫砂壶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收藏 当年的紫砂一厂 紫砂二厂的 那么有些呢 您放到现在 都是紫砂的很多大师在做的 确实当年的砂料 跟工艺都很好 但是现在有好多防紫砂厂的 包括写成什么 什么精细什么的 用这种做旧的方式 那些壶您买到 可千万别喝茶 化学物品做的就 拍宝栏目 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 扫描屏幕二维码 进入线上拍宝小程序 还可以打开微信 在最下方功能键 发现中点击小程序 或搜一搜 输入拍宝点击进入 就可以随时随地 跟专家互动 拼客 鉴定淘宝物 还可以参加藏品征集 有奖问答等 各种拍宝活动 轻松扫一扫 惊喜 真不少 这位妹妹 您好 林安老师好 一看呀 您最起码得是个博士后 打个眼镜 是不是 一看就有学的 这是您带来的呀 对 好 我要不然把这边冲打架呢 因为 因为这边啊 您看都没了 这个怎么回事啊 这个 就是到手里就这样了 到手里就这样了 这个花多少钱买的 这个朋友的 他没跟我说 没跟您说呀 对 送给您的 就是我拿过来帮他看一下 哦 帮他看 受人之托 对 是朋友的 真好啊 这点东西 只可惜呀 这点东西已经打碎了 对 而且碎的还挺厉害的 最 哎呀 最 最可惜的是什么呀 关键是他缺肉了 是吧 你比如说 真打碎了 咱也能给他修复上 但关键是 现在是缺肉 缺的还不少 嗯 啊 但是这个呀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嗯 这应该是明在的 这底下呀 要对的话 应该有个天字 是 咱看看 啊 有吗 有 哎呦 哎呦 你看看 真有 真有 啊 天字罐嘛 这是 天字罐可不得了 啊 那个豆彩 城华豆彩天字罐 不光是鸡浪杯啊 城华豆彩天字罐 那也是价值连城啊 可是豆彩 说那这为什么 光是青花没有豆彩呀 我听他们说 不是 我研究的啊 我研究的 这个呢 是半成品 还没来得及往里填彩呢 嗯 可能就出现什么状况了吧 反正 那么咱们呢 这个到底是不是明代的呢 它是不是半成品呢 这个啊 没关系啊 我们里面有权威的专家张文然张老师 一会儿给您来 给您来做介绍 但是呢 我就是想跟大伙啊 咱们一块探讨探讨 说这明代天字罐 那是给皇上用的 皇上是什么呀 皇上是天子啊 是吧 是吧 是这个老天爷的儿子呀 所以呢 哎 它这底下写一个天字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叫做天地玄皇 这您知道吧 天地玄皇 第一个字就是天 所以呢 天地玄皇 宇宙洪荒 哎 用这第一个字 给写在这底下 显着这个 它尊贵 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天字罐 底下为什么要写一个天字的 哎 一个说法 啊 嗯 我且说之呢 您且听之 咱们呢 共同探讨 共同研究 嗯 我个人认为啊 这是一个明代的 啊 只可惜是 比较残破的 这么一个天字罐的半成品 但是呢 应该价值呢 也不低呢 啊 这个状态呢 它值不了大几千万呀 是它也 它也挺贵 啊 所以呢 请张老师再给您看看 好吧 好 您来个红包 好 谢谢 您好 来 好 哎呦 刚才那壶盖儿没也就罢了 您这罐儿那头哪是了 没有 就是买的时候就没有 那为什么要买的呢 就是 觉得老 对 还有就是天字罐 都挺少见的 天字罐您知道 是什么时候的名品吗 明代的 明代什么时候呢 成画的 可以 这是一位非常有 中方知识的池宝人 这刚才李安在外边已经说了 这是一个成画的 豆子 青花 是豆子 但我觉得现在大家呢 都收这种 瓷片粘出来的 认为是景德镇 摇厂出来的瓷片 等于残器收了 但我觉得大家在收藏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确实 作为研究人员来讲 我们说在成画的这个瓷片的当中 景德镇确实有 我们大家要去 玉窑厂 玉窑厂 我们看那个 那个博物馆当中 也有 也有这个豆彩 也有这种青花的瓷片 在那个时候确实出现过 如果它这是成画的 首先它这个胎子不够成画的表现 尤其现在做的成画豆彩 和这成画的这个青花 都觉得这个 这个胎子特别好 是发这种我们说的肉粉色 那么现在景德镇出一种瓷尼 就是粉色的 做完了以后 现在仿的那天子杆 一看一拿 是粉胎子 那么其实是现在景德镇 新的创严的一种粉色的胎子 那么 但这件胎子 大家从这个瓷片当中可以看 这个胎子和成画的胎子 差别太大 那么还有一点 大家看到的这个底 一看在底足 就知道 它不是成画的那种胎子了 从底一看 这柚子 玻璃光太强了 它没有那种润的感觉 很光亮 所以这个柚子都不一样 还有这个 我们看这个四角云纹 这是明代的成画 最关键的一件东西 大家看到我们博物馆的四角云纹 和它这个四角云纹 是否一样 就是我们一定要拿这个东西 和我们的真品相对 我们才能鉴定出 它的个真假 它画的这个 这是一条龙 龙 这是明代的一条龙 大家看 那么成画时期的龙 我们看它这个嘴和这眼睛 和它上面这个发 我们说的龙发 它具备 它和成画时有多大区别 那么这个它画的软弱无力 而且和明代 尤其这个眼睛 和明代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件器物 我们说给大家造成一假象 我们都是从 你看 我们都是从那个瓷片里弄出来的 那么沾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 我们现在看到有的都差 一点都不差 都能给你沾沾的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造型 这个端间了 太端了 有点端了 如果成画的时候 绝没有这个端间 因为它已经做出基本造型了 所以这个线条上 它做的差距太大 这个口和成画 对 看这个比例 就大家看到这个罐的这口 那么是和成画区别太大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收藏 这个瓷片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对这特别有名气的这种 价值连城的这种东西 一定要多研究研究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教材 而且这种东西是带盖的 盖没有了耶 没有 行 感谢参加拍报节目 这还是个房片 好吗 叫它进来收回来 谢谢 当时这个景德镇出土这些玉瑶厂的瓷片 很多很多 很多 曾经引发了这个案件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段历史 也吸取这个历史的教训 吸取这个法律的教训 那么现在更多的是 做成摇纸样子的瓷片 粘上 让您一看 残的一定是真的 卖钱 那实际这瓷片都是新收 后仿 这位贤弟 您好啊 您好 李老师 这是您带来的 对 您先介绍介绍 这是怎么个来历呢 这个是我一个 之前一个玩古玩的朋友 云给我的 这个器型叫十六吨 对不对 不知道 多少钱买的呀 三千云给我的 三千云给您的呀 那您还真是剪着漏了 也证明 也证明他是您的好朋友 要不然就是他也不懂 这个可以啊 这叫十六吨这器型 这一看呀 就是老的 这是摇变 你看 这个颜色 当时绘画的时候呢 不是这个颜色 放在咱们的这个摇里头 这么一烧 它这个高温呀 就产生了这种变化了 但是呢 具体说变成什么色 什么样 这谁都不知道 只有开摇之后出来 才能够知道 当然现在呀 我们通过对温度的控制 还有对您比如说这个 诱料的这个调配呀 你想要什么色 想要什么样 它能给你出什么样 可是过去呀 不行 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呀 叫入窑一色 出窑万色 就是如果所有的东西 我都是这一个色 放在窑里头的 但是经过它这高温 这么一烧啊 这叫氧化还原 这对我想起来 这叫氧化还原反应 反应完了之后 不一定变成什么色 所以这也给人留下了很多的期待 这也是收藏它的乐趣之所在 咱看了一下啊 上手掂掂 您这个没问题 这个是老的 而且呢 就通过它这个啊 就是这个摇辫 这个变化呀 能够准确的看出 它是什么时期的 清代的 清代 哎 清代的 这应该是嘉庆的 钱龙他儿子的 挺好的这样东西 三千块钱买的呀 嗯 其实这个有一个小小故事啊 哦小故事您编的 哦不是编的 不是编的 这个事啊 当年呢我这个玩谷玩的朋友呢 三千块钱云给我的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看 哦 我也不懂 哦 云过来之后他说老的 没问题 嗯 结果之后呢 没多长时间 我又一个朋友来我家看了 到家之后一看呢 说这个东西不老 不对哦 不对呢 后来我就又去找之前 云给我这件东西的朋友 哦 发现就找不着人了 没有找得着 找了 他说没问题 这东西肯定没问题 哦 我说不对 我说我有朋友说 这个东西有有问题 那您就介绍那二位见见面呗 您也不是那爱挑事的人 让他们见面谈一谈吧 结果呢 我就一生气 就把之前云给我这件东西的 朋友的微信 还有电话号码就给删了 哎呦 您这哪能删呀 这有纠纷的时候 更不能删 结果呢 啊 这就有一个大反转 哦 没多 又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又一个朋友过来看了 又上家来了 又上家来了 看完之后说 对 又说对 并且 说这个 这件东西三千块钱 就像您刚才说的 捡了个大漏 捡了大漏 所以我现在就有点含糊 就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别伤了人 那头一位朋友的心 没错 是这个 是吧 那这刚才我这都给您看完了呀 啊 我个人认为您还是应该把您那个朋友加回来 这是对的 三千块钱呢 确实是捡漏了 这个呢 要说起来呢 这怎么也得值三千五 这怎么也得值两个 但是您那个反正 哎 交朋友也得谨慎点 我听您这交朋友天然一讲 立一讲 有人说物以类 人以群分 应该呀 您这所有朋友都一致 说对都说对 说不对都说不对 好意见分析还这么多 反正交朋友 你再擦两双眼啊 好的 得嘞 给您来个红包 好的 谢谢 好 欢迎你带来啊 来 您好 带个墨镜去 来 买的是太便宜了 是不是觉得 怀疑了 有朋友说是真的 我朋友说是对 所以我就 我也不太懂 要三千块钱 确实是 真不贵 但看是真是假吧 来 有请张老师 首先我觉得这个造型 大家摆在桌面上 这很漂亮 这种东西 像一个石榴一样 所以我们叫做石榴尊 这个造型 只有从清代才开始有 而且只有 涌正开始创收 所以它最高的年头 只有涌正 而且我说的 这是官窑 我给大家说是官窑 第二点 就是这个窑辫柚 那么我觉得 这窑辫柚呢 也同样是 因为我们说了 它是仿金窑的 一个柚子 但是它是锦德镇产的 所以它我们叫做摇辫柚 那么只有在 我说了 只有在清代的时候 才开始回复 那么 隆正的时候 摇辫柚就烧得很好了 那么这个摇辫柚 一直我们说到现在 这个摇辫也在烧 隆正时的摇辫柚 不是以红为主 是红蓝相间 因为我说它是仿军摇 它一定要是做得特别好的 而且隆正时的十六尊 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看 大家看到了底足 还有一个苹果绿 我们叫苹果绿的底 开片子 但是实际上 在隆正的时候 不是这个底 而是降底 所以我们说 这个时代是不同的 官窑的都是降底 对 那么我们说 它那个时候 隆正时候摇辫 比这样漂亮的多 尤其出现了 这种白口了 那么就说它在变的当中 一定不是官窑 所以它也没有官窑的款式 隆正的十六尊 没有这么高 而且这脖子没有这么长 像一个真正的十六开的 这是个瓣 这嘴是个瓣 那么现在它这个已经做的 你看这瓣做的 就不是那么特别形象了 这就是说 民窑和官窑的最大的区别 那么这个柚子 我们说这摇辫柚 那么这还不错 也有蓝了 带蓝了 带蓝都加分 带黑就是差一点 带黑就光绪民国了 这一点是很漂亮的 大家看这一点是很漂亮的 我们说荣正 火焰青 火焰青 他这件不好的败笔子 就是口烧成白的了 所以这件东西 应当是一个件民谣 但是它也不够荣正 为什么呢 它的底足做的不好 不规整 那么这件东西 也一定要在清代的中晚期吧 您是不是还对那人还 就当时卖给您这人 还心里头还 这一直犯着嘀咕 要是因为犯嘀咕 所以我一开始一冲动 就把这个朋友的联系方式都给删出了 是啊我听见了 这是老的 您这后悔不后悔啊 人家等于卖您的漏 您给人删了 哎呦再找找吧 那么这一件民谣时期的这个摇辩佑的石头尊 张老师你看看现在市场价格怎么样 三千五千我觉得还是太便宜 太便宜了 真的三千五千便宜 这摇辩还是余老师的市场 因为你就民国这三千五千也买不了 因为它毕竟是一 我说它是个尊不是个瓶 摇辩瓶就差多了 说这个尊那么而且是中晚期 我觉得有六万块 六万元的市场价格 三千六万 您这等于给人删了 人家还对您挺好的 我觉得 得再给您说话的保护奖的基金 找找那位朋友吧 人家不错看来 好祝贺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 扫描屏幕二维码 进入线上拍宝小程序 还可以打开微信 在最下方功能键 发现中点击小程序 或搜一搜 输入拍宝点击进入 就可以随时随地跟专家互动 拼客鉴定淘宝物 还可以参加藏品征集 有奖问答等各种拍宝活动 轻松扫一扫 惊喜真不少 好我们再发一份保物奖利基金 给今天拿来保物最好的藏友 十六尊 十六尊 虽然是民谣 但是也是很漂亮的邮便 祝贺这位藏友 那么拍宝节目 在周末的晚上 带来知识 带来快乐 带来更多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么首播时间 每周六日的晚上 张老师有请 八点四分 请大家准时看 好那感谢张老师 咱们下期拍宝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好